当专家把朱元璋儿子朱潭的棺盖打开的那一口 一股刺鼻的气味忽逼而来 当这股气味散开之后 朱潭的尸骨也呈现在了众人眼前 只见他身穿金段四团龙袍 腰带玉佩 头枕丝带 朝向北边的 躺在棺中 在朱潭墓中 不仅出土了两百多件精美文物 还出土了中国迄今为止 唯一一件亲王使用的冠冕食物 并且陵墓位置还是朱元璋亲自让刘伯温所寻 那么这座明代皇帝儿子的墓 究竟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这一切还要从山东省邹城市 发生的一起 盗摩案说起 视频开始之前 欢迎大家长按点赞 并关注支持 上个世纪 邹城市的上寨村 发生一起盗挖古代墓葬的事情 这在当地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而当时参与这起盗墓案的 不是别人 正是这所村子里的村民 当专家发现这座古墓被盗后 立刻赶到现场进行勘探 结果到了现场之后 发现这座墓葬 刚好被靠九龙山 并且还建在了九龙山的山头 而九龙山的对面是朱神 这样一来 正好构成了九龙莲珠的形式 而这样的古墓位置 一般来说 只有帝王才能拥有 看着眼前这座明代藩王的墓葬 已经被村民们用炸药炸得一片狼藉 考古人员们感到十分的气愤 碍于当时的条件 不允许对帝王陵墓主动发掘 因为地下文物一旦离开原有的环境 对文物的本身都是一种破坏 后来经过勘探 发现上寨村的这座古墓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保护条件 所以考古人员决定立即对这座明代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此时考古人员心里在想 这座明代墓葬被盗掘得如此严重 究竟还为我们留存了多少有价值的文物呢 由于当时条件受到了限制 考古人员向当地的驻军发出了援助的请求 并请村民们一起配合此次的发掘工作 经过考古人员的实地考察得知 村民们所盗掘的方向是正确的 并开始顺着以开挖的方向继续挖掘 但是考古人员挖了20多米深的时候 虽然没有找到牧师的入口 但是却有了新的发现 那就是在洞的底部有一个南北树坡洞西排列的石条 这些石条是什么用处 专家猜测这很有可能是木门前面的台阶 由于洞穴中太过黑暗 看不清前面的道路 考古人员们只能继续往前挖掘 在挖掘的过程中 木顶上陆陆续续有泥土的掉落 随着越深入的挖掘 木中竟然出现了小面积的踏方 一开始考古人员并没有放在心上 但是当挖到30多米深的时候 又出现了一次踏方 由于这次踏方的面积过于庞大 考古工作不得不被迫中置 也正是因为这次踏方 使考古人员知道之前所挖到的石条 正是用来保护木门 门楼建筑的 然而门楼前面的门墙却堵住了木门的入口 想要进入墓室就必须要拆开这栋门墙 为了拆开这栋门墙 考古人员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 经过众人的不懈努力 墓室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 这个时候考古人员们确定 这座墓室并没有造到道具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这座墓门上被一把锁给锁上了 考古人员还是向村民借了钢具 才将其打开 就当考古人员准备将墓门打开的时候 却发现怎么也推不开 难道这山墓门后面有一个自来石 当考古人员拿着手电筒 透过墓门的缝隙朝里面看了看 才知道 原来墓门被上面掉落的石头给压住 并且上面还有几十米的风土 所以才导致墓门打不开 这种情况考古人员也是第一次遇到 如果贸然将上面的石块挖出来 到时候再发生塌方 这就会让所有人都和这座墓室一起埋入地下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将墓门东侧的石门 凿开一个小洞后 再让身材瘦小的工作人员进入墓室 从里面将东扇门给大开 而西扇门则依旧作为墓室的顶梁柱 这样既避免了墓室坍塌的危险 又顺利地进入了墓室 经过一番努力 众人终于进入了墓室 进入墓室以后 却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到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盏万年灯大杠 万年灯又被称为长明灯 它的作用就是消耗掉墓室内的氧气 使尸体和墓中的随葬品能够更好地保存 在万年灯的后面还有些已经倒在地下的桌面 墓室内还有一层厚厚的淤泥 隐约还能看见一些墓涌的身影 这些墓涌雕刻得十分精美 栩栩如生 手上不止有拿着武器 还有拿着乐器 十分的生动逼真 看到眼前的场景 使考古人员更加确定 墓室内部还未被遭到刀剧 这个时候一个难题摆在了众人面前 那就是墓室内部没有光源 在当时的条件下 想要通过灯光来照亮整个墓室 只有通过自己发电才能够实现 于是有村民去村里找到发电机 顺利地将墓室捅上了电 借着灯光的照亮 考古人员们开始清理埋藏在淤泥中的文物 就在这时有一位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器物 这件器物是一个墓箱 墓箱的四周使用贴金构成的花纹 由于年代过于旧约 上面贴的金箔大部分都已经脱落 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墓下后 里面竟然还有一个小墓下 而在小墓下中放着一件墓叶 考古人员瞬间激动不已 根据上面所刻的文字 墓主人的身份终于得到了确认 因为上面刻着鲁王之印的文字 那么这个鲁王是朱元璋的哪一位儿子呢 根据史料记载 朱元璋虽然有很多的孩子 但是被封为鲁王的就只有他的第十个儿子 朱坛 而现在的邹成正是当年朱坛所灌辖的范围 当专家翻阅到燕州府至时 上面有一段文字的记载 大概内容是 鲁王王朱坛的陵墓被葬在了东北方向的九龙山中 这也就确认了这座陵墓就是鲁王王朱坛的陵墓 惊喜过后 紧张的考古工作依旧有条不紊地在进行中 这时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那就是在墓室大门的东扇门的后面 有两把铁质的钥匙 由于前世的墓门已经被钢锯给锯开 那么可以推断出另一把钥匙应该就是后世的钥匙 当考古人员拿着钥匙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进行打开后 果然将后世的墓门给打开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墓室中的一片积水 并没有发现朱坛的关锢 专家分析 关锢很有可能因为积水的原因 飘到了墓室的另一侧 才变成了现在所看到的样子 因为在前世考古人员并没有获得太大的收获 于是把希望都放到了后世 在清理的过程中 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因为在关锤东侧的地面上 考古人员惊喜地发现了一件朱七墓箱 当打开墓箱后 里面的文物简直瞬间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在墓箱的最上层 放着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 九流棉 明朝规定亲王只能用九流九珠 这件九流棉每到柳上都有九颗五彩玉珠 这和墓主人亲王的身份正好对应 并且这件九流棉还是中国迄今为止 唯一一件亲王使用的冠棉食物 在后世东部的地面上 陶古人员还清理出来了散落的玉弹 梳妆用品 铜镜等器物 从这些随葬品可以看出 朱坛的日常生活非常的讲究 此外在地面上考古人员还发现了笔墨纸烟以及书画围棋等 这些随葬品散落在地面上 考古人员推测应该是墓内常年积水 而导致这些用品掉落到地面上 墓室的清理工作即将接近尾声 考古人员决定打开鲁荒网朱坛的棺库 当考古人员打开棺库的那一刻 被棺库中难闻的气味熏得睁不开眼 当难闻的气味散开以后 鲁荒网的尸骨终于暴露在考古人员眼前 只见鲁荒网的尸骨头朝北 尸体被包裹在金段四团笼炮中 考古人员费了九牛二骨之力才将其剥离 接着考古人员在鲁荒网的胳膊下面 各发现了一个金块 并且在尸骨下面还发现了十九枚红武通宝金帝 而这个发现也证实了墓主人就是鲁荒网朱坛 因为在明代众多网页中 只有朱坛是在红武年间去世的 最后在朱坛墓中 考古人员一共清理出来了两千多件珍贵的文物 每一件都价值不费 但是让考古人员遗憾的是 这里面并没有发现朱坛的墓之名 这不仅称为了一个名 因为朱坛是明代第一位去世的亲王 朱远璋格外的重视 据说朱坛的墓还是著名政治家刘伯温亲自选的旨 这也说明了朱远璋对这位儿子的感情十分的深厚 鲁荒王墓是迄今为止 明亲王墓园中面积中最大的一个 墓中出土的文物都为研究这位明代亲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而鲁荒王墓中的所有文物现在都保存在山东博物馆的专门展厅 向世人展示着过往的精美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积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